原标题 被越反击战时 邓小平为何不选素玉 反而选择74岁的许世友 被越自卫反击战 这是我跟越南之间的一场较量 当时苏联是越南背后的支持者 为此根据我国的推算 我国拥有一个月的作战时间 既然作战时间和作战任务制定完成后 那么华帅出征的将领便非常的重要 当时邓小平在经过各方面的思考后 还是决定让许世友担任东县作战的指挥员 不过当时的许老已经74岁 那么为何邓小平要挑选许世友将军 作为东县的司令员 在当时我国开国将帅当中 还有很多人在时 他们的军事才能丝毫不逊色许世友 甚至有些人能力比他还出色 比如说肃裕大将 那么邓小平最终还是选择许世友担任将军 这是为何呢 当时跟越南进行作战的话 那么调动的军区便有广州军区 当时许世友便是在广州军区担任司令员 如果广州军区的士兵上了战场 作为司令员的许世友却闲在军区 这明显是不合适的 为此许世友将军便成为当时最合适的人选 毕竟手底下都是自己的兵 用起来也是非常的习惯 再加上当时中国经历过一段黑暗时期 军队也是受到一定的影响 那么想要打赢这场战争 必须选用作战风格强硬的将领 在现存的将军当中 许